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城 今日说法 只因和母亲伴嘴 她跑出家门一夜背归 家人找到她时 她的样子让人揪心 那山坡下面咬到的事 她就出了那里哭 那晚她和一个男人 在宾馆过了一夜 那时候她已经发生了一遍 女方却说是强奸 可是没有证人 如果有喊救命 然后有强奸 那些应该客人都会说的 可是没有这个现象 强奸恋爱正说纷纭 谁能还原事情真相 开房风波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叫小红 今年14岁 在广西陆川县的一所小学上 六年级 这是小红一年前拍的照片 然而现在的小红 跟过去盼若良人 眼前的小红披头散发 目光呆滞 不愿意说话 不愿意见陌生人 整天躺在床上 记者见到她的时候 她正趴在母亲怀里 小红的母亲说 小红以前活泼可爱 而现在必须每天服用精神类药物 来控制情绪 怕刺激了孩子 家人什么也不敢说 对于小红的事更不敢问 我们都怕 也不敢跟她说 就怕她激动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小红现在的样子令人揪心 一年的时间 她怎么就能变成这样呢 小红的妈妈说 孩子之所以变成这样 都是被她的一个朋友害的 那小红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事情发生在2013年3月25日 那天傍晚 因为小红母亲说了小红几句 小红就赌气出门了 她以为女儿到亲戚家玩了 没太在意 可是直到晚上22点多 还是没回来 我就打开她问我大嫂 我问了大嫂 我说我那个女儿 去不去女儿里 今天晚上 她说没见女儿 我今天没见她 来过这里 亲戚们都说没见到小红 母亲很着急 出门四处寻找 也没找到 那天晚上 小红的母亲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 又继续寻找 直到中午12点 才在县城的一个公园里 找到了女儿 那山坡下面有个石 她就坡在那里哭 女儿一夜未归 现在又一个人在公园里哭 小红的母亲吓坏了 回到我一个人 就没办法 没有打电话 给我外星流 我姐他们一起过去 就把她扶回来 扶到我学家里 回到家后 小红的母亲觉得 女儿一定遇到什么事情了 可不管母亲怎么问 小红都不肯说 小红越哭 母亲越揪心 她怀疑女儿被人欺负了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拿我的手机 玩了 我先拿我的手机 看 母亲想到小红曾经用手机聊过QQ 也许从中能发现什么线索 她检查了手机 在手机QQ聊天记录里 果然显示 头天晚上女儿和一个网名叫 缓缓的人 约在县城的松河公园见面 这个人也许知道 女儿头天晚上遭遇了什么 于是小红的母亲 把这个叫缓缓的人 约到了家里 想问个明白 我说你昨天晚上带她去哪了 她说我带她去开房的 听到这样的话 小红的母亲差点气晕过去 而这个男的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她气不打一出来 我说你带她去开房 做了什么了 她说男女之间还有什么好做的 就是做那些事而已 这就是和小红开房的人 名叫冯潇 25岁 陆川本地人 她和小红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带着小红去开房呢 冯潇说3月25号晚上 小红通过QQ给她发来消息 说想见个面 冯潇说她和小红见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们是今年2月在网上认识的 认识了一个月 两个人比较聊得来 很快就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小红主动约她 她觉得可能是有什么事 应该去看看 两个人在公园见面 已经是晚上21点多 见到小红心情不好 冯潇便安慰她 想让她开心些 冯潇说她提出开房 小红没有反对 于是她就把小红带到宾馆过了一夜 她觉得他们在宾馆里做的事情 都是情侣间很正常的事情 冯潇说第二天 他们还一起吃了午饭 之后才分开的 小红始终都很正常 听了冯潇的说法 小红的母亲肺都要气炸了 她根本不知道 女儿在外面还有这么个男朋友 而且小红的母亲觉得 事情一定不像冯潇说的那么简单 否则女儿不会哭得那么厉害 她觉得女儿一定是遭到了冯潇的欺负 于是决定报警 小红的母亲说 隔着女儿遭人侮辱 她本来马上就想报警的 但是冯潇苦苦哀求 还说要拿钱补偿他们 想到这样的事情传出去 对女儿的名声不好 小红的母亲接受了冯潇提出的要求 她说我会负责任 而关于这个细节 冯潇的说法是 小红的家人以报警为要挟 让她补偿一万块钱 她就说 给一万块钱做营养费 原来能不能少一点吗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冯潇得知了一个让她害怕的信息 听说小红上六年级还不到14岁 冯潇有些懵了 因为小红跟她认识的时候 说自己20岁了 现在小红的家人说她奖金 一时间冯潇不知如何是好 不想坐牢 先答应她 冯潇那个时候刚刚失业 没什么钱 冯潇说因为怕坐牢 只好答应给钱了事 双方约定 第二天冯潇把钱送过来 可是第二天直到晚上20点 小红家人也没见到冯潇的面 于是第三天 也就是3月28日 小红的母亲和表姐找到了冯潇的家 冯潇的父亲在家务农 记者见到他的时候 刚刚摔伤了腰 只能躺在床上 他告诉记者 那天小红的母亲和表姐到了他家 开口就是要钱 还说年底让他们两个孩子结婚 可是小红当时才13岁 怎么可能结婚呢 冯潇的父亲觉得事有蹊跷 冯潇的父亲觉得自己的儿子 是在外面跟人谈朋友 不是强奸 所以不同意给钱 年底结婚的事情更是荒唐 那天在冯潇甲 两家人没有谈拢 接下来事情朝着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了 小红的母亲觉得自己的女儿遭到了侮辱 对方不仅不承认态度还很强硬 小红的家人也都觉得不能让孩子受这么大委屈 得讨个公道 是谈恋爱还是强奸 双方说法不一 他就归在我面前求我不要报警 强奸他就应该有教的是不是 是13岁还是20岁 大家看法不同 女孩究竟多大 有待警方调查 开房风波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3月28日 也就是小红和冯霄两家人没谈拢的当天晚上 小红的母亲带着小红来到了陆城派出所报警 强奸案 首先要调查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对于未成年人关键是要核实他们的年龄 先查了他出生年龄是99年5月3号 按照案发3月25号那天 应该是未满14周岁了 看来冯霄和小红发生关系的时候 小红年龄未满14岁 属于幼女 警察觉得事情比较严重 之后小红又被带到医院做身体检查 但是这个外形发生是比较正常的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故意与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一般都认定为强奸 据此警方对冯霄进行抓捕 当时没有抓到 在家 在冯霄家铺了个空 冯霄到底去哪了呢 是畏罪潜逃了吗 于是警察立即追查冯霄的下落 没想到六天后冯霄自己来到了派出所 4月3号 就是启动了 他们就走了 冯霄说他本以为小红的家人说的是气话 但没想到他们真的去报警了 前几天他到外地办事 回家后听说警察找过他 所以他来到了派出所 想把事情说清楚 自始至终冯霄强调 自己和小红是情侣关系 从认识到开房 一点都没有强迫小红 发生性关系更是你情我愿的 冯霄所说是不是真实的呢 警察展开了调查 他们首先来到了冯霄和小红开房的宾馆 事隔几天了 宾馆的服务员依然对他们两个人有印象 男的女的就是被人站在雨上那里 然后男的就在这里开房 开了房 然后男的就爬人向那个女的肩膀 然后他就跟着上去了 宾馆监控录像显示 3月25日晚上21点41分 一男一女走进了电梯 正是冯霄和小红 画面中冯霄很自然的从背后抱住了小红 这时虽然看不到小红的表情 但是也没有看到小红反感冯霄的举动 电梯到了六楼 他们两个走了出去 六楼走廊的监控也拍摄到了他们两个人 冯霄走在前面 小红跟在后面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了房间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只有小红和冯霄知道了 事后在接受警察询问的时候 小红说 他的确是自愿跟着冯霄到宾馆的 但是他并不想跟冯霄发生关系 是冯霄强迫他做的 对于小红的说法 冯霄感到莫名其妙 那么对于那天房间里发生的事情 冯霄服务员是否有察觉呢 服务员反映 那天没有听到冯霄和小红住的房间里 有什么异常的响动 警方也调取了案发第二天酒店的监控录像 录像显示早上八点五十分 冯霄和小红从电梯里一同走出来 冯霄结战后 两个人一起走出了宾馆 从监控录像反映的情况来看 两个人至今 似乎并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冯霄辩解说 如果他强奸了小红 在离开宾馆后 小红怎么可能跟他一起吃午饭呢 冯霄说 他和小红发生性关系是小红自愿的 而且小红还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 那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从警方调查情况来看 案发是小红的真实年龄是十三岁 但冯霄的说法是 从他们刚认识起 小红就一直说自己是二十岁 如果他早知道小红还不到十四岁的话 他是不会和小红交往的 可是二十岁的成年女性和十三岁的小女孩 从身体外形上看 应该是有很大差别的 难道冯霄看不出来吗 冯霄说 虽然小红只有十三岁 但是他身高有一米五七 比自己还高一点 身材也丰满 看着根本不像十三岁 那么小红的实际年龄 跟身体差别真的有这么大吗 对此 记者也进行了一番调查 记者首先找到了 当天见到过小红的服务员 案发宾馆的服务员也说 小红看上去确实不像十三岁的小女孩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小红读书的学校 小红的班主任说 小红是去年从别的地方转学来的 小红确实长得比较成熟 以至于入学时还闹了个小笑话 见过小红的冯潇的亲戚也说 光看长相 没人会觉得小红是十三岁 看起来都要十八岁 因为他经历带一个十三岁小孩回来 家里可能各个人都是反对的 不论是冯潇还是他的家人 都觉得冯潇和小红的事和强奸 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警方还是以涉嫌强奸 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冯潇 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 4月17号做出那个不批谱决定 为什么在冯潇涉嫌强奸的问题上 检察院不批谱呢 我们经审查之后 检察院让他们补充侦查的内容 跟小红的年龄有关 小女孩到学校 她登记注册 登记99年有一次 登记98年有一次 原来小红的户籍显示 她是1999年5月3日出生 案发时不满14周岁 但是后来检察院发现 小红的入学登记显示 她是1998年出生 所以检察院认为 案发时小红的真实年龄 是否不到14岁 有疑问 由于检察院不批谱 警方只好放人 冯潇被取保候审 我没有强奸到 还全部起保候审 好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曲新九教授 曲老师 这个案情有点复杂 就是当事者 双方的这个说法都不一样 那不仅如此呢 这个公安机关 和检察机关的看法 也不一样 那我想问问您 是不是构成强奸 在这个法律上 是怎么规定的 那法律关系强奸罪的规定 其实在法律上 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以暴力威胁 或者其他方法 强行与妇女犯的信息 那么基本上来讲 他又欺负了两类 一类就是和14岁以上的 那么就暴力威胁 其他方法强行发射 如果你和14岁以下的人 既是幼女 这个未成年人 她同意 那么在法律上认定 为不同意 也四位是强奸 咱们先分析 这第一种情况 就是说你是不是违背了 这个女孩子的意愿 是不是有这种强制性 那如果说这个当事人 如果他们俩双方说法不一样的话 那法律上一般怎么认定 从他们三次的交往 第四次出现这个问题 和这个饭店里头的 那个服务人员的说法 还有录像的情况 综合前部情况来看 尽管在那个房间内 怎么发生的 我们都看不到 那么我们可以说 要认定个犯罪嫌疑人 是使用暴力和威胁的 那几乎是非常困难的 那好 那现在所有的焦点 都集中在这个年龄问题上了 现在嫌疑人说了 他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到底多大了 当然也有这种情况 我们看现在女孩早熟的很多 有时候他说不满十四岁 但是你看起来可能像十七八的 甚至像二十的 这种情况确实也有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这法律上应该怎么认定 那么应该讲 我们说因为强奸罪 他是一个故意犯罪 所以说作为故意犯罪 来监狱女的这个 犯罪嫌疑人 一定要对这个对象 就对这个幼女的年龄 就是他属于未满十四岁 这个事实 要有个基本的认识 要明知 或者是你至少有可能知道 就是你要有责任 如果在极少数的案件当中 就是他对幼女确实不知道 未满十四岁 而且他也几乎没有可能知道 那么就会说他没有一个明知 这样的一个故意方面的因素 所以就可以说不能够定罪 但是来讲 现在来因为法律规定是 只要和未满十四岁 幼女发生性行为 就以强奸论 那么从各国发展来讲 他对幼女保护的这种 政策上的考虑越来越多 所以任何一个人 你和幼女发生了性行为 你就会有麻烦 那徐老师这个嫌疑人 他说他不知道 这个女孩到底有多大 他这个年纪 那我们怎么认定 他说的是合理的 还是不合理的呢 怎么认定他说的这话呢 那么在这里来讲 就是说审判有个原则 叫言辞原则 当面原则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女孩 必须出现在检察官面前 出现在法官面前 法官来讲 一般来讲 我们要选择那些 比较成熟的 比较有社会阅历的 法官检察官 小女孩往那一站 首先她的判断是什么 很重要 就是不是看上去 根本不像那么小的 当然你也不能够 法官他也不是说 完全就是说 自己看完了 是还是不是 他要对公众 对法律 要有一个说法 一个解释的 那么这里来讲 简单来讲 我们都有一个 在强奸罪大 一个鉴定报告 那么他会对他的身高 体重三维 这些因素 有一个客观的 数字的描述 那么和一个成年人 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虽然冯霄被释放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 而之后围绕着此案 是否构成强奸 当事人的命运 再次发生了斗转 走出看守所 她过得并不好 这件事 我不去做了 肯定是姐姐不如 嫌疑人被放出来 少女伤心欲绝 她都不想活了 要去死啊 那些啊 撞人头啊 复杂的局面 迷一样的年龄 真相究竟是什么 开房风波 今日说法 继续播出 虽然从看守所出来了 但是警察告诉冯霄 她哪儿都不能去 其实冯霄 哪儿也不想去 她感觉事情没完 冯霄被放出来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小红家 小红的家人 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他们说 小红也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小红的母亲说 自从得知冯霄被放了出来 原本活泼开朗的小红 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不说话 不爱搭理人 也不上学了 整天躺在床上 有时候还会哭闹 精神很不稳定 那个男的 他知道放了之后 他都不想活 要去死 那些状况 小红的母亲说 因为小红几次闹着要自杀 无奈下 只好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去检查 你看她心情有点 有点烦恼不安这样 当时给小红诊断的是 精神病院的院长 她说小红来的时候 表现得很惊慌 问话也不怎么回答 经过初步诊断 小红患有反应性精神障碍 小红的家人为什么不愿意让她住院呢 小红家人的解释是 几年前他们刚从乡下搬到县城 全家一个月打工的收入 只有两千多块 而医院要一千多元的住院费 他们家负担不起 后天那天在医院室 那个医生开了一点药 给他回到家里吃 家人说服药之后 小红的情绪好些了 但还是整日躺在床上 哪儿也不想去 而与此同时 陆川警方对于这些案件的补充侦查 也在进行中 当初检察院不批捕冯霄的理由 主要是小红的真实年龄存疑 就此警方又进行了详细的查证 经过多方走访 最终警方确认 小红的出生日期 就是户籍上显示的 1999年5月3日 案发时还不到14岁 据此警方再次提请检察院 对冯霄进行逮捕 2013年8月13日 陆川县公安局 以涉嫌强奸罪 对冯霄进行逮捕 当天晚上走的时候 进京城开朗吧 没什么事 不觉得意外 不觉得意外 那么对案件的事实和性质 该如何认定呢 我们等待法院最终的裁决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想象到 整个过程当中 小红的心理创伤是最大的 那么她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 她该如何走出心理阴影 我不知道 薛老师您对她有什么建议吗 因为在所有的强奸案件当中 都有所谓的二次伤害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 作为她的亲人 家长 还有作为学校的人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环境 就是说不能够去歧视她 更重要就是说 可能像这样子来讲 需要一定的心理的干预 比如说心理医生给她一个辅导 更重要也在于来讲 特别是家里头 要跟她更多的这种呵护 要把这样一种 这种痛苦的人的东西 这种氛围 慢慢的要给她淡化玻璃 她就不至于出现 更大的心理问题 那么也就会正常的健康的成长 本案中 嫌疑人是否构成强奸罪 有待法院给出最终的裁定 除了法律上的争议之外 本案也再次提醒家长和社会 要关注未成年少女的身心与权益 不要因为一时的输出大意 给她们造成刻骨骨心的伤害 同时我们也希望 本案中的小童 能够找到一首阴影 回绝到正常的生活当中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政治说法 感谢秀老师 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 收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